这件彩绘散月浮雕 是著名的五代时期墓葬艺术品 请问一下说法正确的是 A.它出土于当时的宰相王楚直的墓中 B.浮雕中的济月形象 使用的是五弦琵琶 C.墓中还发现了 画有斧头和方镜架子的壁画 D.该墓曾被盗 这件文物是从海外追回的 请答题 在服饰这边太出名了这个壁画 所以我看到王楚直就直接选了A 因为这个墓我去过 但至于王楚直是不是宰相 我确实不太清楚 时间到 金灿 之前我在国家博物馆也有看到过 他同一个墓里面出土的将军的话 但是当时我好像印象里面 好像是那幅将军画 他是从海外追回的 所以我就选了D 因为我知道王楚直当时不是宰相 稍微用了一个排除法 所以你最先排除掉了A对吗 是的 汉坤你呢 我对这个墓葬是完全不太了解的 就是我的判断依据就是我认为这个 既然有这种唐朝这些达光顾人 他们的乐就演奏乐队这种壁画 我认为应该涵盖 就是五代各个生活方面这种面貌 它又更有价值 所以我就选了C 就是它其实也有这个 带有这个符和方净架子的这个壁画 子涵选的是 其实我对这一幅壁画是不太了解的 但是我有注意到 有这个演奏琵琶的人员 记得唐朝时应该有螺垫的五弦琵琶 然后我想五代和唐似乎还比较近 我在BC中选B 西光呢 我这个壁画之前是有在一本建筑书上看过 虽然我之前也去过曲阳 但是没有去看过它具体的出土地 我就在A和D之间蒙了一个A 这道题目有选A的 有选B的 有选C的 没有人选了D 到底哪一个会是正确答案呢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场上只有一位选手回答正确 一起来看答题情况 我的天哪 祝贺杜汉坤回答正确 这个墓葬啊 不一定是像前面那些文物 大家那么熟悉啊 所以那个第一个说它是在宰相王处植墓里头 它不是宰相 另外它提的是是不是用五弦琵吧 不是五弦琵吧 是四弦琵吧 这个太难了 还得再去看看 所以它对这个文物啊 一定是观察得很仔细 它有这种石头的浮雕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 还有那些五十项 更重要是它有些壁画 而且这个壁画里就有放这个帽的斧头 那个架子 不同时代这个斧头对这个样式是不一样的 考古可以用它来断袋 所以很重要 另外还有刚才这个D选项的时候 这个是没有被盗的 还在墓里面 由于这个墓被盗了之后 没有办法 所以对它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掘的时候就有几块 已经被盗 当时不知道在哪 后来在美国市场上出现了 后来美国有一位藏家 也是中国的友好人士 这位藏家在知道了相关的消息和新闻之后 也是主动将他自己 私人收藏的一块返还给了中国 所以我们知道 在今天看到的很多文物成果展出当中 既有我们国家 像法务 外交 考古 各行各业 以及藏家 企业界 他们的努力之外 也包括国际上一些友好人士 对于我们国家的美好的一种态度 对于我们文化的一种尊重和支持 也要感谢他们